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酒井法子 九景法子 請多謝 酒井法子笑說被噴推也沒關係 外來要兒子的機車擋泥板 也要貼上他的照片 而2009年酒井法子歷經吸毒 離婚的低潮 2012年復出 在日本國內評價兩極 因此他積極發展海外市場 一夜一夜的簡報還有照片 小卡和周邊商品 都是粉絲蒐集了二三十年的成果 為了追酒井法子 多年來花上了百萬元 我會不忍心把它當作擋泥板 對 它的東西我是把它蒐集到 那個蒐集車裡面 都會很愛惜的 他們道德高標準 就是還是有很多人不能接受他 可是我覺得他還是很努力 被粉絲稱讚親切有理 為了挽救形象和人氣 酒井法子 琴袍海外接下大小商演 日本晚餐秀也賣力參與 就希望演藝生涯能夠回春 記者黃一文徐洪志 SNG小組 台北報導 記者黃一文是 urity yeah